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堆的形状是不是跟我们一半钟印象的披萨很不一样呢 要享用的时候就把它左右两边对折起来大口送进嘴巴里 因为有加了一些碎肉在里面 为了让它的口感不要说太过油腻 像通常土耳其他们就会配这个 它们的酸奶艾嫩 艾嫩 这一口的披萨饼呢 然后再配一口它们的酸奶一起吃 就可以中和它们的油腻感喔 懂得享受美食的土耳其人 就连咖啡也别有风味 咖啡加糖不加奶 香杯带有甜味的美式黑咖啡 这是我们刚刚搅拌好的土耳其咖啡 但是这样子还没有完工喔 还要先包到它们的口上面 稍微烘烤一下 味道浓郁的咖啡 喝完会在杯底留下细软咖啡渣 反复杯子仔细观察咖啡渣呈现图案 又能预测未来运程 是世界上唯一的咖啡蒜蜜法 烤肉香 饼皮脆 还有香濃咖啡 以及各式甜点 主食到下午茶通通兼顾 也难怪美食亡国当之无愧